Hello, everybody Hello, and welcome to another part of TV English 这是一个中原音 发音的时候舌身平放 舌中部稍稍抬起 舌位比发 这个音的时候稍高一些 牙床开的程度比较窄 好,我们再来听听示范发音 并注意一下口型 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练 好,下面我们学习第二个原因 这是一个双原音 请大家先听示范 发这个音的时候 开始舌位在 和 之间 然后向 滑动 好,我们再来听听示范发音 并看一下口型 学完了两个原因以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对轻拙对应的耻银后部破擦辅音 好,先请大家听一下示范发音 发声声 舌声先采取发R的姿势 然后舌尖上翘 贴住齿银后部 让气流冲破这个阻碍 就能发出 前者是轻辅音 后者是卓辅音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口型 并跟着我们一块练习 tree trade train trip dream drain drip drag 这一刻的音速呢 我们就学到这 下面我对英语中的中原音 做一个小节 英语中的中原音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今天学的 还有一个是短原音 发中原音的时候 首先舌尖要抵住下尺 但是不如发前原音时抵得那么紧 另外 舌面的最高点在舌前部和舌后部之间 从口型上看呢 是不圆唇的 好 中原音我们就讲到这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课文的第一部分 请大家先听我们念一遍 请大家讲的 if you have any brothers? yes, I have two brothers have you any sisters? no, I haven't has Jane 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she has three sisters, but she has no brother have the Jacksons any children? yes, they have two sons and a daughter 课文这一部分主要语言现象是动词have的用法 动词have在英文中的意思比较灵活 它可以和其他词搭配表示别的意思 比如第六课中我们接触过一个短语have dictation 在这一短语中have的意思是做什么事情 但这里呢我们要讲的是动词have在表示有什么识的特殊用法 have和我们前面讲过的动词be一样也有人称变化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句 I have a brother 我有一个兄弟 you have a red pencil 你有一只红铅笔 they have maps 他们有地图 she has a dog 她有一条狗 通过刚才这几个例子呢我们想说明has跟在第三人称单数后面 也就是he she it 其他情况下呢都用have 在疑问句形式中have或者has要放在句首 那么这一用法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动词be的疑问式是相同的 另外呢在has或者是have开头的疑问句式中常常有any这个词伴随使用 好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have you any brothers 你有兄弟吗 has she any sisters 他有姐妹吗 这两句话在翻译成汉语时根据汉语的习惯any这个词都可以不必译出但是在英文中却不能省略 那么对于有have或者是has的疑问句做回答的时候 先要加肯定词或者是否定词yes or no 然后再加以回答 have或has的否定式是在后面加上not 变成缩略事实分别为havent和hasn't 另外呢在havent和hasn't这样的否定式中常常有any这个词伴随使用 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she has three sisters but she has no brother 她有三个姐妹但没有兄弟 这句话中的she has no brother也可以改成she hasn't any brothers 这段课文的讲解呢就到这儿 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篇短文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首先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动词be和动词have的人称变化 另外在这篇短文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动词 比如teaches works go like 这些动词涉及到以后我们要学的语法知识 那么为了讲解的需要呢 我在这里做一点扼要的提示 以便大家有所了解 英语中的动词有个实态的问题 不同的时间要用不同的时态来表示 这是和我们汉语中有所区别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动词呢 大多数是以动词的最简单形式 也就是一般现在式而出现的 动词的一般现在式 一般是由动词原型来表示的 比如go like 但是在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动词的词尾要加s或者es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课文第一段中的两句话 我母亲在一家脱索工作 我母亲在一家脱索工作 我父亲教物理 这两句话中 由于主语都是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动词的词尾加了s和es 那么什么时候加s 什么时候加es 也是有一定的规则 那么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做具体的说明 好 下面我们看看这段课文中的最后一句话 她教孩子们唱歌说话要口齿清楚 这句话的位语动词是teaches 因为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she 所以teach 要变成teaches to sing and speak 是动词的不定式结构 在句子中做兵语 children的补语 动词的不定式结构呢 我们也得以后再做具体的说明 刚才介绍的这些语言现象 大家是不是清楚了呢 好 下面我们来看课文第二段中的一句话 i am eighteen my brother is eleven and my sister is seven 我十八岁 弟弟十一岁 妹妹七岁 这句话中的 eighteen eleven 和seven 都表示年龄 更正式一点的说法呢 是在数词后面 加上短语 years old 比如 eighteen years old eighteen years old 十八岁 下句话中的 go to school 意思是上学 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短语来记住 这篇短文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现象是借词的使用 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看课文中出现借词的三个句子 my home is in Shanghai 我的家在上海 my mother works in a nursery 我母亲在一家托儿所工作 I am in my first year at college 我上大学一年级 这三句话中分别出现了借词in和at 在英语中借词的使用比较灵活 也是比较难以掌握的一类词 使用借词的时候 虽然有一定的规则 比如第一句话中 在什么城市 要用借词in 但是很大程度上 借词的使用是约定俗成的 比如第三句话 in和at 就不能混用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I like my subject and I work very hard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喜欢自己的专业 学习非常用功 这是一个并列句 两个单句呢 有连词and的连接 句子中的work 在这里的意思是 学习 可以用study来替换 very hard 是状语 修饰动词work 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这一状语的位置 我们不能把very hard 放到work前面 课文呢 我就讲解到这儿 这一课 还有两个语法项目 我们没有讲 一个是词类 另一个是句子成分 这两项呢 在书上的语法中 都有比较清楚的介绍 请大家在课后 可以看书参考 下面呢 我们要来讲讲 阿尔音节中 原音字母的读法 所谓阿音节呢 指的就是 原音字母加阿的重度音节 在阿音节中 原音字母一般不按照音节的规则来读音 我们知道 原音字母有五个 A E I O U 我们先看看 A和阿组成的阿音节 这个音节要读 阿 好 我们来看几个单词 可 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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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R的几个单词 Her Serve Term Person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I和R在一起时的几个单词 Girl First Bird Dirt 我们再看几个 You are 在单词中的发音 Nurse Hurt Fur Turn Or组成的二音节要发 Or 我们来看几个单词 Morning Organ Port Fug 这一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随着我们以后学习内容的增多 希望大家不仅能够做好复习工作 也能够做好预习工作 OK That's it for today Until next time Goodbye by bwd6